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赵亚明,继续给大家播讲盖尔塔堡 我们接着来讲从一战到二战的薛亚利 1930年10月,霍尔蒂设政,把龚伯什·九拉推上了总理的宝座 随着龚伯什他出任总理,在薛亚利就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空旺浪潮 龚伯什已经不再像他的前任一样,一倍地宣传薛亚利传统的知识阶层和强大而富裕的农民阶级的统治 他开始鼓吹所有薛亚利人之间的兄弟般的和解 他想效仿意大利法西斯的劳资协会,建立由国家领导的工人组织,把工人绑在他的战车上 龚伯什许诺要实行土地改革,答应农民延期赋税三年,并且答应保护农民的财产 尽管他的这种允诺是完全不负责任的,但是他赢得了社会各阶级的支持 这为他建立全面的法西斯国家政权铺平了道路 当时严重的经济危机在世界范围内都扩大了工人运动的影响,也加剧了斗争的激烈程度 由于大规模的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的爆发,金融资本它旧的手段已经不能进行有效的统治 那么公开的,极右的法西斯专政形式带着而起 1933年,希特勒所领导的纳粹党在德国上台 1936年,法西斯在西班牙也得手了 极右的法西斯势力和左派的共产主义势力在欧洲各地都发生了激烈的斗争 西安利也不例外 这里的金融资本家也开始垂青于法西斯主义 支持由龚伯石所领导的,由好斗的军官,士绅官员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所组成的派别 而部分的农民,尤其是富裕的农民,对龚伯石的派别也是深信不疑 一些寻找出路的知识分子也支持龚伯石的政策 他们相信龚伯石所要建立的,是一个属于人民依靠人民的国家 当时西安利国内最大的反对党小农党,也很快和龚伯石的执政党结成了公开的联盟 社会民主党因为害怕龚伯石的取缔威胁,不敢起而反对 而处于非法状态,在严重的困境下进行活动的共产党,则遭到了更为残酷的迫害 龚伯石开始全力以赴,实施他的计划 1933年6月,在各国政府首脑中,他是第一个迫不及待前去拜访希特勒的人 他把匈安利先和意大利拴在了一起,之后呢,又更加紧密的靠拢希特勒的德国 1935年,匈安利的大选是在闻所未闻的恐怖气氛中进行的 龚伯石虽然获得了多数,但是他全面推行法西斯主义的企图,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劳资协会在工人们的反抗下垮台了 共产党人的影响不断的扩大 罢工的浪潮,席随全国 龚伯石曾经许下的那些诺言,他们的兑现变得遥遥无期 1936年,把地产政策改革的方案提交给国会,以代替土地改革 但是这个方案实质上,并没有触动大地主的产业 而贫苦农民仍然是一无所得 这就让广大的农民群众,小资产阶级 和把国家的未来寄托于农民的那部分知识分子,深深的感到失望 那么就在这个时候,1936年,龚伯石去世了 但他的去世并没有改变宣亚利这个国家的轨道 在希特勒德国的咄咄逼人的压力之下 薛亚利的极右派仍然掌控着这个国家的政权 相继上台的几家政府都以为国内外的压力继续执行极右的政策 在道拉尼·卡尔曼担任总理的时候 他就已经和希特勒在瓜分杰克斯洛伐克的问题上 达成了秘密的协议 薛亚利政府还默认了德国剥夺盟国奥地利的独立 那么和希特勒法伊斯主义的紧密关系 不仅影响到薛亚利的对外政策 也影响到薛亚利的对内政策 极右势力薛亚利国家社会主义 他们想要效仿德国 把德国全面的法伊斯主义制度和思想 移植到薛亚利国内 因此呢,在薛亚利的政治舞台上 那些效仿德国纳粹的运动和孪生运动迅速的扩展 而这些运动中所诞生的理论 力图证明薛亚利人 是可以追溯到都兰时期的历史悠久的高等民族 他们通过大数特殊领袖的威望 鼓吹远远流长的薛亚利种族 进行统治的历史使命 来赢得了相当一部分薛亚利人对他们的支持 在这种形势下和纳粹德国一样 在薛亚利有组织的种族迫害就开始了 1938年,他们制定必定实行了第一个犹太人法律 这个法律毁坏了不少犹太知识分子和无辜平民的生活 也剥夺了很多人最起码的生计 因此同时呢,在德国人的援助之下 军队开始迅速的武装 1938年3月5日 薛亚利政府的领导人道拉尼就宣布 在五年之内要使薛亚利军队现代化 1938年3月12日 当纳粹军队占领中立的奥地利的时候 薛亚利政府打电报 向德国表示祝贺 在刚开始呢 薛亚利内部的政治势力并不是全部都是亲德的 像保守的薛亚利基督教民族势力 就不同意接受德国单方面的影响 认为简单的抄袭和移植德国的样本 这会破坏薛亚利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念 以及政治和社会的准则 1938年5月 伊姆雷迪·贝拉被任命为薛亚利总理 接替前院总理道拉尼 伊姆雷迪呢 是薛亚利金融资本家的宠儿 是一位造语很深的经济专家 所以刚开始他是单方面倾向德国政策的反对者 但是当他登上了总理宝座之后不久 就改变了他原来的政治方针 他认为薛亚利的出路 恰恰是在于要加强亲德政策 当德国加紧侵略杰克斯洛伐克的时候 英法等西方盟国 置杰克斯洛伐克于不顾 在1938年秋季 签订了臭名昭著的穆尼黑协定 把杰克斯洛伐克交给了德裔来进行宰割 这个时候的伊姆雷迪 他更认为自己的转变 也就是亲德政策是正确的 薛亚利政府和德国人配合 也向杰克斯洛伐克提出了要求 并且制造了一系列的事端 挑起杀文主义情绪 1938年10月2日 根据维也纳仲裁的精神 薛亚利加入到瓜分杰克斯洛伐克的行列 薛亚利得到了斯洛伐克南部 绝大多数是薛亚利人居住的地区 在这个不光彩的收获中 很多的薛亚利人 他们并没有看到 这个时候薛亚利的独立政策 已经遭受到了牺牲 他们只看到了似乎薛亚利人 20年来蒙寐以求的 修改合约的愿望开始实现了 在陶醉于扩大疆域的成就的时候 薛亚利的人们忘掉了 为了取得这一成就 他们在将来会付出多大的代价 当时薛亚利的领导人 大肆宣扬对德国的感激之情 薛亚利参加了法伊斯国家的 反共产国际协定 退出了国联 来表示 薛亚利是纳粹德国的忠实盟友 1939年 薛亚利颁布了第二号法令 也就是第二个犹太人法律 反映了纳粹种族主义理论 已经在薛亚利被全盘照抄 这个法律 让犹太人的中小资产阶级 和知识分子丧失了生活基础 而两年后 第三个犹太人法律 则禁止了与犹太人的通婚 尽管这个时候的薛亚利 选择了和纳粹德国一样 由极右势力 掌控这个国家政权 但薛亚利和德国 还是有着很大的不同 其中一个最大的不同 就是在薛亚利 农民仍然占据全体居民中的 最多数 大约是400万人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 仍然是没有土地 生活极度艰难 大地主们仍然占据着 当时薛亚利全国三分之一的土地 数十万的雇农 以及从早到晚进行劳动的短工 为了微薄的报酬 在辛劳的工作着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群众基础的存在 这才为后来 薛亚利共产党呢 再次兴起 奠定了基础 那么因为纳粹德国 对外战争规模的扩大 也就意味着需要更多的资源 因而呢 对薛亚利的食品和原料的需求量 也就更大 还在1937年 薛亚利四分之一的对外贸易 就已经是和德国进行的 德国的资本 进一步的渗入到薛亚利的工业 1938年到1939年间 投入薛亚利采矿业 和工业企业的德国资本 就达到了这个工业部门股份总额的12% 1939年 当奥地利的投资 转入到德国人的手中之后 德国在薛亚利的投资 被进一步的扩大 而且呢 在外交上 纳粹德国 利用东南欧 这些国家之间的历史恩怨 进行挑拨离间 先是怂恿薛亚利和波兰 参加了对杰克斯洛法克的瓜分 然后又利用薛亚利和罗马尼亚之间的矛盾 一方面答应满足薛亚利 想要修改合约的企图 同时呢 又以此 对罗马尼亚进行讹仗 最终造成东南欧的这些国家 都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而英法 为了留出给自己准备的时间 同时呢 也希望把希特勒 影像和红色苏俄的直接冲突 他们就把东南欧纳入到 德国和意大利的势力范围 正在这样的国际大环境下 1939年 射政王任命薛亚利 同志阶级和世袭贵族阶层中 一个最博学的成员 泰莱基博爵 作为总理 泰莱基上台之后呢 尝试着走中间路线 除了保持和德国的友谊之外 他还竭力的扩大 和意大利的传统联盟关系 同时呢 又尽力的和英法友好相处 在国内 他既打击左派势力 也打击极右势力 他既加紧迫害共产党员 也同时逮捕了极右的 剑十字党的头目 萨洛西 不过呢 因为剑十字党 他的背后 得到了德国的援助 所以不仅没有被削弱 反而在1939年的大选中 获得了100万张的选票 成为薛亚利全国最大的反对党 一战结束之后 一直到二战爆发 这20年来 先后执政的薛亚利各界政府 虽然他们的政治立场 有所不同 但是他们都有一个 共同的目标 那就是把全面修改 凡尔赛体系构成部分的 托里亚农合约 作为他们的己任 正是因为这个共同的目标 薛亚利才会自始至终 和德国进行绑定 因为薛亚利已经意识到 只有在其邻国被击败的情况下 才能满足他的 恢复领土的要求 而实现他们的梦想 也就是修改合约 只能和纳粹德国绑定在一起 1939年3月中旬 当薛亚利参加瓜分 杰克斯洛伐克的时候 他就已经下定决心这么做了 薛亚利当局 在其宣传机构 大肆庆贺 扩充疆域的喧嚣声中 已经下定决心 为实现德国 建立新欧洲的计划而效劳了 那么德国呢 也的确在他们的计划中 把薛亚利列入到第三帝国 自己的版图之内 而与纳粹德国的这种绑定 就直接导致了 在德国侵占薛亚利传统盟国 波兰的时候 薛亚利政府保持沉默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 薛亚利对于纳粹德国的这个举动 他是出于忍让 而并非是出于本意的赞同 这是为什么在1939年9月1日 当德军不宣而战 进攻波兰的时候 薛亚利一方面保持沉默 另一方面则向大量逃避 纳粹迫害的波兰军官提供批护所 二战爆发的时候 还没有参战的薛亚利 这个时候大肆的鼓噪战备 并且实行军事生产体制 薛亚利政府当时认为 改变合约的时机已经到来 总理泰莱基在9月3日 致信给莫索里尼 希望这位意大利的领袖 在谋求将薛亚利 罗马尼亚领土问题 做长久合理解决方面给予支持 但是由于解决薛亚利 罗马尼亚领土问题 和当时德国纳粹的计划不协调 所以薛亚利的这个想法 遭到了制止 纳粹德国帮助薛亚利 解决薛亚利罗马尼亚领土争端 是到1940年8月 也就是在纳粹德国 已经占领了整个西欧之后 德国和意大利 进行了第二次越南仲裁 把埃尔代伊北部 划归给薛亚利 但是这个决定 不仅让薛亚利的沙文主义者不满意 因为他们希望收回整个埃尔代伊 那么罗马尼亚政府也不满意 因为他们希望保持住整个埃尔代伊 那么纳粹德国他这么做 是有他的想法 他想进一步的加深 罗马尼亚和薛亚利 两国之间的矛盾 从而能够把这两个 所谓的普通国 牢牢的控制在自己的手里 而薛亚利和罗马尼亚 为了能够逃取 希特勒德国的欢心 双方又竞相的抬高自己 竭力的表示 对第三帝国的无限忠心 和感激之情 而直接的体现 就是薛亚利和罗马尼亚 都急匆匆的就参加了 轴心国的公约 对于当时薛亚利的统治阶级来说 他们心里也明白 不能完全的投靠纳粹德国 他们还是希望 和西方盟国保持一定的关系 但是这种平衡 是很难掌握的 1940年12月 薛亚利和南斯拉夫签订了 永恒友谊条约 那么1941年3月25日 当亲纳粹的南斯拉夫政府 参加轴心波公约的时候 南斯拉夫内部 就将这个政府赶下台 于是希特勒就决定 要进攻南斯拉夫 希特勒为了拉薛亚利 一块上战车 就暗示薛亚利 可以趁机再度扩充疆域 因此呢 当希特勒要求薛亚利 摄政霍尔蒂 参加这一行动的时候 霍尔蒂给予了肯定的答复 可是泰莱基政府 就此事对西方盟国 进行了试探 那么西方盟国通过外交途径 就告诉泰莱基 一旦南斯拉夫遭到进攻 他们将对薛亚利进行宣战 泰莱基意识到 对于薛亚利来说 前途变得灾难重重 那么泰莱基就产生了 深深的无力感 他在1941年4月2日 深夜自杀了 他留给摄政霍尔蒂的遗书 是这么写的 尊敬的阁下 由于懦弱 我们违背了 以莫哈士讲话 为基础的永恒条约 我们民族已经赶到 我们抛弃了他的荣誉 我们站到了坏人的一边 因为所谓的暴行 既不针对薛亚利人 甚至也不针对德国人 而是纯属捏造 我们乘人之危 是一个最丑恶的民族 我没有劝阻你 这是有罪的 泰莱基帕尔 但是泰莱基的 这个令人震动的举动 已经无法让薛亚利脱离 已经开始的轨迹了 在泰莱基总理自杀之后 摄政霍尔蒂 只是做了一些表面文章 但很快 人所众之的亲德派 巴尔多西 拉斯洛 出任了薛亚利的新总理 在德军发起进攻后的 第四天 也就是4月12日 薛亚利的军队 进攻正区崩溃的南萨夫 并且占领了巴西考 巴拉尼亚三角地带 和穆劳地区 那么在紧接着爆发的 苏德战争中 薛亚利的表现又如何呢 我们下一集再继续给大家讲 再继续给大家看